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很高兴高委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民众、让人民可以来参与这整个设计的过程 就是当然中间我相信不免会有很多讨论或争议 尤其在网络时代、网络社会上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议产生 但是有更多讨论 大家要找出更多的不一样跟一样的地方 然后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找出我们一起可以创造未来的一个方向 跟凝聚这个共识的一个价值 我认为这就达到了这次这个活动的目的跟意义 希望看到未来在新台币改变的时候 我们在场的几位优秀的设计者 能够有机会去参加国币设计委员会 或者是至少是国币咨询委员会 那在该办的时候也能参考我们这些优秀的作品 或咨询这些得奖者的意见 所以我们希望在不久的未来 我们能够持续透过讨论来凝聚共识 那这场新台币的设计运动 来推出每一款国民都能感到光荣驕傲 自豪的新超 而不必每天都得对着蒋介石跟孙文的肖像 来没办法滑星超 没办法真的换星 那我们也预告这次是紫超的设计大赛 未来我们会考虑推出这个硬币的一个设计大赛 让大家每天可能也都用得到这些铜板 都能够也能够滑星也能够有新的元素新的创意